為了能讓博侃建設符合實際需求 縣議員張志明也到場會刊 張議員表示 這次工程進行 只是將原本受損部分修復 他將會與水保局溝通協商 將其他部分一起建設 以避免將來再有災害的發生 我們現在在我們第三個 我們的利利利 從來買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因為大水 去年大水來 所以說現在館戶在做排水溝 就是撲蓋 我們災害的部分 是做我們圓養的建設 損害的部分 我們用災存來補 當然我們福祉蓄 是要做以前沒有做的撲蓋 那這部分 我們來打拼來請水保局 來賭三天 如果不能增見撲蓋範圍 在地居民擔心雨季來臨時 會發生災害 造成嚴重的損失 希望縣府相關單位能夠協助改善問題 這次縣議員張志明 與縣府承辦人員一起到廠房 會堪 縣府承辦人員也給了許多建議 張議員感謝承辦人員的用心 希望在雙方的努力下 讓地方更加幸福 非常感謝我們管理下 幫我們加 加說這條經理你如何清楚 要怎麼做 這樣對我們民意代表 對到八成的照顧 現在我都很加分 加的結婚 我希望我繼續這樣做 讓我們的老八成 讓我們的鄉親 都可以慢慢有幸福的感覺 議長何勝峰表示 為防止日後雨季來臨 再次造成災損 希望相關單位能夠重視民眾建議 規劃改善工程 以保障地方安全 記者盧宇凱 竹山鎮採訪報導